OK啦 哈啰 哈啰 大家晚上好 我是旅小孩JoB 然後是這裡的Founder 你們現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發生的百年老房子 是世界大戰以前就蓋好的 那時候其實這裡是發生最繁華的 朋友景商業區 因為以前碼頭就在前面 然後這一條是馬來西亞第二條田路 所以串場的聲音就是這個 等一下講到一半會有 火車串場的聲音 它是非常有歷史價值的 因為是這條田路成就了今天的結合 所以沒有這條田路 因為印子民是先來到這裡 來到碼頭 然後蓋了這條田路 才帶動了KL的發展 所以那時候這裡是曾經最旺盛的地方 因為碼頭跟鐵路都在附近 可是因為時間的轉變 所以市區都往南北移動過後 這裡就慢慢的墨落 然後我們就想說在這裡蓋這個Costel 就是Costpades跟北北的Hostel 就是希望可以讓老房子 住入新的生命令 希望讓大家重新重視這台老房子 而不是讓它荒廢 那我們其實一直都有在辦不同的活動 平日的話 我們這邊是可以 我們是希望可以讓全世界 透過我們的空間認識發生 所以我們有免費的地圖 然後我們也希望全世界來到這裡 不會只是看景點而已 它還可以跟在地人交流 所以平日你們可以來就是點一杯飲料 那就可以用我們空間一整天 就是會有人來工作啊 或者來看生命 或者聊天都有 然後每個週末基本上我們有不同的event 像旁邊我們有聖誕的cola party 就是一人煮一道菜 然後一起開一個party 然後跨年我們有一個總結 今年30多場分享會的一個cola 就是我們會吃了一個零 然後我們聽 就是因為我們曾經辦過很多不同的分享會 像這裡有一位就是曾經 從馬來西亞搭火車到芬蘭的 是 然後這邊有一位曾經去印度的 也來這裡分享過 所以我們做非常多旅遊的分享會 然後今年的31號會做一個總結 我們會把世界地圖打在那個老牆上面 然後帶大家環遊世界 謝謝 那今天呢 我們就是請到永涵來我們這裡做他的 這個一個女生到美飛的分享會 我們先給來一個鼓勵的掌聲 那在開始之前我們先來一個簡單的銀子 可以坐下 所以我們要聊一聊就是 去北洲跟北洲 散很多人性物中是一個很像很恐怖的地方 他的書名就叫 讓人自圍的沒廢製 所以 就有提到這兩個地方可能比較危險 那你有什麼看法 對於在你去之前第一印象這兩個地方 其實我去之前呢 我沒有太多的人 我沒有做太多的功課 所以我並不知道有多危險 多危險 OK 就是我在去了之後 當地的人一直提醒我 說他們看到我拿手機出來還是拿相機出來 他們就是廣東 那危險 抽起來 你在之前有沒有去過印度 啊有 所以你覺得 所以你會覺得 因為我的形態那時候第一次去北洲 你是覺得 印度都去過了 非洲算少 就是有那種感覺嗎 會有 我發現當台有一個分別 就是印度的人 你去到印度 當地的人不會跟你說 我的國家很危險 也是因為他們習慣了 可是你去到 拉丁美洲 當地的人一直跟你說很危險 他叫你不要搭巴士 叫你不要走路 就是這樣 所以你要不走路不搭巴士 就是他主要的分別就是在這裡 而且我去的時候 可能印度就是之前聽很多人說過很危險 然後至於中南美洲 中美洲我沒有去過 所以我從來沒有接受過那裡的任何東西 所以是抱著完全未知的心態去那個地方 啊對 其實我去我的拉丁美洲 我從墨西哥開始 我去墨西哥是因為歐洲太冷 哦 了解 就看到飛機票好像不是很危險 我就去了 去了才聽很多人說 好像很危險 其實對我來講 那時候我 我只去過非洲一個地方 因為他們是北非的摩洛哥 所以那時候我去之前也沒有太大的 因為我也就到印度都去過了 摩洛哥應該還好 然後我去到那邊 騙子最多的一個地方叫Faith 然後那邊就是遇到非常多騙局 就是包括 就是你走路 別人帶你路都會跟你要錢 跟你收TPP 然後你 人家介紹你去HotShop 他會 也會跟你要一些Commission 上進來 我介紹你過來給我一點錢 然後 介紹的時候 有WiFi 有HotShower 有什麼都有 Breakfast 很很 你會想像到很好 結果去住後 什麼都沒有 就是沒有WiFi 沒有Breakfast 然後廁所很爛 以外呢我覺得最誇張 是那時候 連上廁所沖涼 咦 開不到水的 哦 有需要 就是連沖涼都要錢 所以那時候心情是蠻糟的 可是那時候 當地人跟我講說 在摩洛閣大部分的地方 90%的人都是壞人 只有10%是好人 我覺得 所以我那時候旅程 我覺得實在 防備性的情況下 蠻累的 可是後來因為我們旅程 都有大速公車 就是 就是比個站 在路邊然後等車來 然後我在摩洛閣做過這件事情 在我大速公車的時候 我去到很多小牆 下村過這些地方 我才發現到 摩洛閣90%都是好人 10%是壞人 因為主要的觀光城市 太多遊客進去 所以那裡的人 已經很會宰廢啊 或者是很會騙局 很多experience 會去怎麼去 扣客人的錢 甚至你不要敢買東西 他會臉的 臭的媽你長話的 所以那時候 在小地方的時候 我發現 所有的小朋友還是什麼 都讓我覺得很不一樣 讓我覺得旅程的星星很開心 就覺得 欸小鄉下很寸酷 小朋友他們都有語言不同 可是我在舉牌 比拇指的時候 小朋友會跑過來 陪我一起去 然後陪我一起 欸欸欸 就是叫一些路人停下來 所以在那個時候 我真的發現到 其實 很多時候我們發現到 很多壞人存在的地方 都是在主要的 大城市或集點 反而你去到小地方 像一分次去印度的小地方 你都會覺得 那裡的人相對的會吃苦一點 然後也沒有想像中的危險 因為很多人 聽到你要去兩部聖誕的地方 就會覺得 沒有聽過的不要去 很落後的那邊 我覺得 想法不一樣 因為城市 貧富差距大 遊客量多 所以會有這樣的問題 那你在北州的時候 或者是中南北州 有這樣的一個經驗嗎 就是搭生活車還是遇到好人 壞人 我在中南北州沒有搭太多的生活車 可是有幾次就是比較經典的 就是有一次我被 一個巴士移留在一個森林裡面 被強迫的 他突然間叫我下車 他說 你就走一下 可能你要帶一輛巴士 我就走 等一下我會 說的 完整一點 所以那次我就 簡單來說 我被遺留在森林裡 我不想在那裡過夜 我就聽到 一輛卡車走過來 我就很desperate的 站在路周邊這樣 打開我的小手 不要讓卡車過 因為搭車工房是很大合作 就是我覺得很好笑 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好像很開心 就是要 就不好意思 到最後的時候 我竟然是這樣 來搭車工程 所以遇到的人是好人 還是壞人 我在拉丁美修 拉丁美修和北州 都沒有遇到不好的電車 其實真的 我跟他搭電車 很多人覺得好像很危險 其實大部分你遇到的人都是 我覺得都還蠻好 不然我就會坐在這裡 有時候他們經過一個 好像逛景台 他會特地停下來 讓我去拍照 是 我覺得就是跟大地人交流的時候 你會去到很多他們會 我覺得他們很熱情 就是想要介紹你一些 你不知道的地方 然後他是在地人 他們要show你這些東西 他很光榮 是 所以在大部分 睡夢生的過程 其實蠻多 遇到外的景象 在那一面 對 有時有一些 他帶我去 他就帶我去 他這樣跟他 然後他 之後他說 你得空了 因為我的沙發主人家 就在他附近那邊 他說你得空的時候 就來一起吃東西啊 什麼的 我還真的是有 我還真的是有 去找他 喝茶 那他說 你明天要離開了 我明天還可以 叫你去巴士站 明天 他說 去巴士站之前 你還可以在我家 我們先吃早餐 嗯 所以其實 你應該有遇到危險的事吧 等一下 除了有搭車 以外 我現在想要先把朋友 上次 上次 沒人可以提一提 所以其實在旅程中 沒有我們想像中 那麼的可怕 所以 接下來我們先 請你把那一整個旅程 分享給我們 直到後來 做一個簡單的 交流的Q&A 好 我們再給他一個掌聲鼓勵 好 謝謝大家 待會你們有問題的話 歡迎 詢問 好 我把這個分享的主題 定為一個女生的隨身 啊 隨心遠心 所以其實我在大約2003年 在澳洲念書的時候 我就開始了 背包旅行 很多年呢 就是 停留在那種 適合玩的 主要 主要在適合玩的那種 模式 而且就是 出發之前 把一切都計畫得很好 一出去呢 就是 execution 就做 我發現 在我自己把每個旅程 當做就好像一個project 回來之後 我就算多少錢啊 什麼的 後來直到2010年 我去了一趟 中國的四川雲南 那個旅程是我的旅行生涯的轉變耶 因為那個時候我去的時候是美雨季節 一直下雨 中國很多地方就一直塌房 好像這樣 所以很多時候不是我們不要計畫 是不能夠計畫 好 基本上我去 中國兩個月 我只有第一天跟第二天是跟著行程走了 第一天就是從K要搭搭搭搭 回京去到成都 第二天就是從成都去到九宅公 之後呢都是 乱七八糟 可是那一趟旅程就讓我發覺到 其實這種充滿未知數的旅程最吸引我 所以後來我就決定要辭職去一趟很久很久的旅行 我不知道多久 我就覺得我要去 沒有錢的話我就回家工作 就這樣 去年呢我出版的第一本書 是隨幸運的 遇見幸運的自己 也是這一本 這一本說的是我的三年旅程的上半段 就是在亞洲跟歐洲的故事 我會這麼寫遇見幸運的自己 是因為我在這些地方 我遇到十分多的好人 發生了許多好事 所以讓我覺得自己是十分十分十分幸運的 所以亞洲的故事呢 就包括有中國 斯里蘭卡 印度 巴基斯坦和日本 至於歐洲呢 我走了蠻多的地方 因為你們也知道那裡的國家比較小 所以走了蠻多的地方 可是我分享的故事 多數是在中歐這一帶 和東歐和中歐 今天我又 我繼續出了書的下集 就是這一本 砥力前行 遇見不完美的自己 如果你時常有看中國節目的話 應該要知道 應該你常常會聽到砥力前行的四個字 砥力前行的意思就是 你經歷的磨練 克服的困難 可是 我肯定放牽一點了 呵呵呵 他就是經歷磨練 克服困難 然後繼續走的意思 因為在中南 在中南美洲跟非洲 對我來說是一個比較辛苦的過程 至於怎麼辛苦 我待會再繼續說 所以 拉丁美洲呢 其實就是 我走過的地方就是這裡 這裡是拉丁美洲 最上面呢 是墨西哥 這裡中間 是中美洲 有七個國家 這裡上面就是南美洲 我去了一點 就是部分國家而已 這裡呢 就是非洲 這個是北非 這裡就是南非 一直上 上到東非 然後我就回家了 第二本呢 他的書的副標題呢 是一個人人自危的美飛之旅 人人自危的意思就是 大家都覺得危險 就好像剛才 Jomi問我 我回答的 就是說 當地人告訴我是危險 不是說我們 這些外人說那個國家是危險 我去了之後 很多人跟我說 他們的國家很危險 然後我就上網查看 然後我就上網查看 當年 2015年的 抱歉 我一直按錯 當年2015年的 全球犯罪指數 Crime index 這個是2018年的 我就放上來做一個比較 所以發覺到呢 拉丁美洲 非洲的國家 佔的前10名的 70到80% 而當年呢 我去的就是 這些國家的人 大概40% OK 首先呢 我在歐洲的時候 我聽很多人說 關於土尼西亞 聽多了 我就想去 我找 我就上網找機票 他的機票也不貴 所以我就去了一趟 很幸運的 我遇到一個 馬來西亞的男生 他名字叫文豪 他是 柔佛人 他在 非洲工作 我去之前 我在沙發 發衝浪 靠Surfing的網站 看到他的 資料 發覺到 他是馬來西亞人 覺得 很不可思議 我就給他寫 之後他就說 你來 土尼西亞的首都 如果我還在的話 你就來我的家住 所以最後 我就去了 他的家住 剛好那個時候 他 他還有 另外兩個 加拿大女生 而且他們是自駕的 就是因為這樣 我就跟兩個 加拿大女生 一起自駕 就用了 比平時 更快的時間 因為不需要 一直乘到 交通工序 也因為 這樣我就有一點時間 去了他的鄰國 阿爾吉利亞 去阿爾吉利亞 也是一個特別 有十分特別的經驗 就是 我過境之後 一進入他們的領主 他們就開始有警察 全程保護我 比如說 那個時候 我一過邊界 那裡是A 我的目的地是B 就好 我在這裡 我在這裡開始 有警察 車保護我 來到這裡 他又換警察車 來到這裡 他又換警察車 來到這裡 所以我第一天 去到的時候 我被12輛警察車 一直這樣保護 可是那個時候 我就很奇怪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因為我又不是什麼大人物 後來我就通過我的沙發主人 問他們為什麼 他們就說 幾個月前 因為有一個法國的男人 去阿爾吉利亞 被人家殺了 所以他們 從那個月開始 就有這個措施 可能你會覺得被警察 保護是很微風的一件事情 可是我就覺得好像 失去了自由 有時候我們想說 要去這裡吃午餐 那個警察就叫我們去那裡吃 因為他想去那裡吃 後來可是我們 有時候也是覺得 有一點不爽 可是也是跟自己說 他們只是工作了 也就沒有什麼 最好笑的是 至於我在阿爾吉利亞的最後一天 因為某些特別的原因 我還罵警察 那個警察也嚇到 可是就因為這樣 他們就忘記 害人來全程保護我 一直在阿爾吉利亞的最後一天 我是自由的 幾天呢 在阿爾吉利亞幾天 沒有超過一個禮拜 全程的保護你 對 車輝呢 沒有他就叫他的警察車來 就是我回主人的家睡覺的時候 沒有看到他而已 有時候他看到 一開始的時候 他就說 你們去找車 有時候我要去車山搭車 他會叫我們找車 然後他在後面哼著 後來他就 他就省工 他講你上我們的車 我們在一起去 所以我在北非的時間沒有很長 因為我本來只是想要去土尼西亞而已 後來是因為有了多餘的時間 我才去阿爾吉利亞 之後我就飛回到歐洲 我飛回去 啊 Belgium 然後我從Belgium 就飛去 啊 墨西哥的Kampun 那個時候我這麼做呢 主要是因為歐洲太冷 你知道我是一個馬來西亞長大的人 那邊的人 所以我就想找一個地方熱的 就去 所以我在沒有做很多功課 沒有做很多準備的情況之下 就去到了Kampun 去到之後呢 我才聽很多人說 那裡的警察十分腐敗 意思就是說他們不可告 而且也有很多人說 可能你在路上走 人家會來拉你 問你要不要買毒品 這樣的事情 可是 可能是因為我是比較自立啊 又比較早睡早醒那些 就好像太陽下山我就吃個晚餐 我就回家了 我也沒有去喝酒啊 那些奇怪的地方 所以對我來講還好 這個就是拉丁美洲的部分 剛剛我說過了 墨西哥 這裡是 West India 印度群島 這裡小小的 是中美洲 這個是南美洲 一去到拉丁美洲呢 你就會發覺它 跟歐洲是完全不一樣的 第一 就是他們有很多 馬來亞古蹟 就是這種三角形的 到處都有 你會看到很 你會覺得看夠了 另外一個就是他們那裡說的是 Spanish 西語 啊 其實我一點 Spanish都不會 我就去到了 也是很乾脆 可是一開始的時候 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 Mexico Cancun 是十分多 遊客的地方 接下來 我去到一個叫 Berlis 柏利茲的地方 那個國家是 拉丁美洲 唯一一個 說英語的 直到我去到 Guatemala 我才開始 面對 語言的問題 再來呢 就是對我來說 那裡的東西 還蠻好吃的 跟歐洲相比 主要是因為 他們那裡有很多 牛油果 所以那個Guacamole 是一個很 很普遍的食物 而且它跟我們在超級市場買的那種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從過西哥這裡 就一直往 往下走 走到 走到阿根廷 那麼多國家 大丁美洲國家之中呢 我花最多時間 住在那裡的 就是Guatemala 因為 我發覺到 不懂西語 很不方便 他們當地人其實是很好的 我有時 我問一個問題 他們就七幾八十 十分熱心要來幫我 可是問題是 他們講什麼 我都聽不懂 因此我就發覺到 這個是一個問題來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我就找了 Guatemala 一個地方 住了三個星期 學西語 就是我學的 沒有說很厲害 就是不能夠寫文章 可是我會問一些簡單問題 比如說 啊 車手在哪裡啊 下一班巴士幾點 這種東西 這個呢 就是 Guatemala 的 Chicken Bus 很多人就說 Chicken Bus 是很危險的 因為它會中途被人家搶劫 可是 據我自己的判斷 會搭Chicken Bus的人 都是 那些平民 沒有什麼錢的 Chicken Bus也是很便宜 我就覺得 如果他們要打搶 應該是打搶那種 Tourist的 Chicken Bus 所以我 我都是做 Chicken Bus的 這個Chicken Bus 很好笑的 你看它其實是兩個位置而已 觸見 可是 它做到滿滿的 你看它兩個位 兩個位置 他們有三個屁股而已 至少 至少三個屁股在那裡 可是他們那個人 不會 會罵還是什麼的 因為他們 我覺得因為 他們的生活很困苦 他們覺得 我們彼此幫忙 是很應該的一件事情 而且 每次那個車開之前 很多人會上來賣糕藥 就不只是賣糕藥 他們賣很多 可能文具啊 書本啊 花 還是水果 他們就上來 講一堆sales的話 或者他一上來 他就把他的產品 派給你們 然後他就在前面 講他的sales stock 我完全不明白 那個時候 找找的時候 然後你要買 他就一個一個走過去 你就給錢 你要買 你就給錢 你不要買的話 你就把東西還給他 好像裝過 然後他們下車之前 他會給那個 十幾一點tips 所以這個是十分local的一樣東西 這個 剛才有人說 做到滿滿 這個是對的 這個是不只是做到滿的 他還站到滿滿 這個是那個收票員 你看他好像很可憐 然後又好像蜘蛛這樣 他靠著那種有線的指甲 move around 那個 那個車 另外呢 我們上車時候 你看我們全部都是沒有bag的 我們的bag都是放在上面 他會有一個布蓋著 萬一下雨 所以這個就是中美洲一個特色 剛才我們說到巴士呢 通常是比較長途的 如果是短途的 他們的人是這樣長途的 他們叫做pickups 華裔就叫皮卡車 因為他的距離比較短 所以他們站站一下 就到了 你要你要下車的時候 中途你就在那個上 車頂上面跳 他就會給你 你叫車了 你去前面給十幾千 就是這樣 這樣local的東西 我也是有試過 就是站在中間 他有一個那個東西 給你抓著 你就不會跌倒 對 他的路也是很彎的 搖搖搖搖搖搖搖 你就到了 中美洲呢 還有樣子 他們很多的 就是火山 火山呢 他有火山 他就會有火山湖 這個是Lake Atitlan Atitlan湖 在Guatemala 這個應該是中美洲 最大 最深 也最漂亮的湖 他這邊附近 其實有三座火山一起 這個湖是非常非常大 就圍繞他整個湖呢 他有大概十多個 瑪雅村莊 那些村莊的人 他都是 還用 有著他們 還穿著他們的傳統服裝 還旅行著他們的傳統藝術 所以我很喜歡在路上看他們穿那個衣 然後猜他們是來自哪一個鄉村的 這個是在Micaragua Micaragua也是一樣 有很多火山 有火山湖 只是這個比較小 而且他旁邊沒有村莊 中美洲的另外一個特色就是 那裡的人都 啊 這是他們的傳統服裝 他們的色彩都很炫麗 就好像這些 還有他們的七點 也是五顏六色的 我在那邊的一個問題 就是我時常很想買他們的紀念品 這個是我很少做的一件事情 因為 你買了紀念品 the fact就會中 那以後要 要跑啊 嘴巴射的時候都辛苦 還有中美洲 其實他的國家是非常非常小而已 然後我去那時候 我也有一種感覺 他的每個首都 都不像我們 一般認知的首都 他們的首都十分十分小 而且有同樣的一個模式 你一去到他的市中心 你一去到他的市中心 一定會有一個叫做 Central Park 西語叫做 Parket Central的地方 那個Park的旁邊 一定會有一個 啊 啊 啊 Church 就是各種各樣 有些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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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還會看到他會有 中國 銀行 或者是政府機構 你不用看地圖 你看到一個這樣的模式 你就知道 你已經就是在市中心了 基本上 啊 中美中的很多國家 就是這種形式 除了一個國家 就是巴拿馬 巴拿馬 是七個中美洲國家裡面 發展的比較好的 我一去到他的首都的時候 啊 我還以為自己去到了香港 因為他們真的是有道路的大廈 啊 啊 剛才我說到 我有很多朋友 我有很多旅行的朋友 啊 南美洲是很多人 我有很多朋友去過南美洲 可是我完全沒有一個朋友去過中美洲 所以我不明白啊 我不知道那些微殺的 conditions 我不知道我能夠去這裡多久 我還是怎樣 所以我那時候最擔心的事情就是過關 啊 我擔心我說去到啊 啊 千辛萬土去到邊界 他又不要給我入境 然後我又要Utern 不懂Utern去哪裡 而且 如果我上網查的話 他們通常有一些資料是給那些很大的國家 比如說美國、英國、澳洲、加拿大 馬來西亞是看不到 沒有我沒有知道 嗯 最經典的意思 就是我從 El Sabado 要過進去Honduras的時候 其實啊 你要從一個國家去一個國家 是有很多個邊界的 通常我在過境之前的一天 我就會做功課 看一下哪一個邊境比較容易過 而且他不收錢的 啊 而且他們的東西沒有Center的 他們網上沒有資料 如果有些人從這裡過 他說你可能20塊 你從哪裡過可能沒有收 或者是 不同的人過同樣的關 也會有不同的待遇 所以就算有時候 我遇到一些其他的Backpackers 問他們 我得到的資訊也是不對的 啊 不一樣 不是不對 這個是最好笑的啊 因為我出境的 就是通常是你出了一個國家 你走一段路 你進入一個國家 你會看到好像這種 啊 Welcome to Honduras的東西 你就會需要下車 他就給你蓋一個 Entry stamp 可是那一次我在巴士 他來到這裡了 他沒有停下來 他就直接走 我就覺得很奇怪 之後呢 那巴士上的人就開始下車 我想 沒有人可以下車的嘛 因為你一定要有一個 Stamp 你才能夠下車 我就問他 那個巴士上的人 我問他為什麼 為什麼他可以下車 他們只跟我說一句 啊 這樣比較容易 我就覺得 很好笑 因為 等一下我出境的時候 就會有很大問題了 因為他們不知道我幾次進來 他們不知道我從哪裡進來 所以他出去的時候 可能他們會把我捡啊 還是 我也不知道會不會關我 進捡啊 還是這樣 OK 這個還不是 這還不是重點 然後我就說 我就去到一個地方 其實那個時候 我要去一個地方 叫做馬爾卡拉 我上面那個巴士 他寫作馬爾卡拉 我給錢的時候 我也是跟他講 我要去馬爾卡拉 所以我很有信心 那個巴士 是會去到馬爾卡拉 可是我在 他們這兩個 這個是生在一個森林裡面 走走走走 走到一個路 然後到這邊 他就問我 你是不是要去馬爾卡拉 我現在 我說我是 我是要去馬爾卡拉 全車的人都叫我下車 他講 你要去馬爾卡拉 你應該要走這邊 現在我們輪車要走這邊 哇 然後我就覺得很奇怪 可是 幾乎全車的人都這樣講 我又不想耽誤人家的 我就下車到最後 這個巴士就留我在那邊 我們走這邊 我就走這邊 哈哈 哈哈 我現在巴士之後 進入這個情況 前路茫茫的感覺 哈哈 那個巴士的人跟我說 你走一段路 你可能要趴另外一個巴士 你才能夠去到馬爾卡拉 就沒有辦法 我就走路 走走走 後來我真的是遇到一個 好像一個小店這樣 就好像一個小小的雜貨店這樣 那個阿姨就跟我說 我這裡只有巴士去馬卡拉 可是今天的已經過了 你要等到明天早上 你才可以去 他也已經以為我會住他的家了 他就跟我介紹說 我家裡有幾個人 等一下我今天關店 你今天要吃什麼啊這樣的東西 可是那個時候 因為我已經跟我的沙發主人講好了 所以我今晚會到你的家 而且在那個森林裡面 是沒有沒有信號 電話是沒有訊號的 我又不想說我去不到 等一下人家以為我發生了什麼事情 而且那個時候太陽還沒有下閃 我就跟我說 我一定要出到這個森林 可是最好是 我走來走去 很多地方都沒有電話的 而且他的屋子 還有人曬住衣服 可是沒有人的 後來我就 在突然間 就是我接下了一個 接著剛才我講的故事講了一半 突然間我就聽到 有那個車架過來的聲音 我就想 我一定要拉到這一輛車 所以我就站在路中間 張開我的雙手 不要給那個車過 我跑去司機那邊 我問他 你有沒有去馬卡拉 他講有 我就跟他講 你可以載我一趟嗎 他也是說很 他也是說可以 可是我 我也是很怕我說 等一下我 一轉頭打就 夾車就走了 我追不到他 我就跟他說 你等我一下 你真的 因為我把我的币 留在那個小 那個雜貨店那邊 我說你等我一下 我現在去哪我的币 快快跑回來 幸好他真的有等我 就上車之後 那個時機 也是會講一點 那個部門 所以就問我啊 這麼一個人旅行啊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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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一道對 後來我下車之前 他要跟我拿facebook 所以到現在 我們還是有聯絡的 啊 我 我 結束了中美洲之後 我就去到南美洲 南美洲的第一個國家 就是哥倫比亞 我去哥倫比亞之前呢 我已經聽過 很多人講關於哥倫比亞的故事 就是 你去那裡 你 either會被偶 被搶 就算是你做 domestic flight 你的東西也會不見 突然間不見 可是人家也是說 中美洲很危險 但我一直都沒有事情發生 我就覺得 啊不會的啦 我是一個很幸運的人 來的 哈哈哈哈 可是有 有 Colombia Colombia 啊 我妹妹 我妹妹就是被搶 這個是 啊 我其實在哥倫比亞 有一段時間了 我已經往下走 要差不多要去那個 啊 Ecuador 了 有一天我就跟我的 啊 host 沙發主人 去到一個 就經過一個 巴薩 就是 market 我會喜歡走market 可是啊 他就跟我說 這裡的market很危險 你不要去 我也是有平常的話 我就沒有進去那個market 可是我就在market的對面 他有兩條很大的路 我在他的對面 就在這個巴樹下 應該很安全 有很多人做生意 然後我就在這個大路下 我看到這個啊 啊 車 五眼六色 我會覺得很得意 要想要拍一張照片這樣 現在我拿出那個相機的時候 啊 就對準嘛 因為我很focus啊 對準要拍照的時候 突然間有一個啊 男人就跑出來 他抓住我的相機 就跑掉了 可是那個時候 我的最自然的反應 就是抓住我的相機嘛 所以 最後幸好 那個相機沒有被搶 可是我就是因為這樣拉住 我就整個人掉下那個地上 那個時候 我也是很驚喜 我嚇到 就 也沒有喊 什麼都沒有 就是 嚇到整個人嚇到就掉在地上 一下子 然後啊 旁邊的人就來問我 有沒有事情啊 什麼什麼 我也聽到那個相機的那個 啊 鏡頭的蓋 掉在地上的聲音 我那個時候也是傻了一陣子 啊 然後他們就問我怎樣啊 什麼的 什麼 沒有 忍耐 跑 跑掉 對 啊 啊 之後他們當地人呢 就這樣啊 太危險了啦 你不要走路了 就是我剛才講 他們都叫我大 taxi 可是那個時候 這裡離我要去 我的 host的家 只是500m 沒有大 taxi的人家都不要載你 所以他們當中呢 就有一個人說 我不要緊 我陪你回家 我 escort你回家 就好笑的是 那個時候我也在想喔 這個是不是壞人啊 可是他陪我回家的時候 他也是好像很寶貝這樣 他把自己的褲袋拿出來 在手那邊 那我覺得好像 又有人要來搶我的樣子 可是當然啦 最後他沒有搶我 他真的是陪我 回到家 他看到我進屋子了 關了什麼樣 他才走開 那個時候我真的是有嚇到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那個人來搶的任務 他太快了我沒有看到他的臉 就是說等一下他 如果他再出來多一次的時候 我可能真的是認不出 他是他來的 簡單來說呢 如果你是要看很多漂亮的景色 就是那種大山大水 其實南北洲是比較多的 中美洲就是剛才說的 很多那些麻雅古蹟 火山湖 就可能沒有太過 amazing 南北洲呢 就有很多 這個大年應該都知道是哪裡吧 Manchu Picchu Yes Peru的Manchu Picchu 這個呢 在Uyuni 這個是阿哥倫比亞 也是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還有一個很大的石頭 你要走那個樓梯 登登登登登登登 上到去 然後你就看到這麼 這麼美麗的景色 這個是在阿根廷的 跟那個智利的邊界那裡 他們有一個是人造的水霸 這個人造水霸 應該是我人生中看過最漂亮的人造水霸 因為它太像自然的了 這簡單來說 在南美洲沒有太過多太特別的東西 就是有去了這些地方 也是圓弄的其中一部分 因為我之前看了很多漂亮的人 那個照片我也是很想去看一下 OK 就自從那一次在哥倫比亞被搶之後 我一直在 我時常在心 就是想 如果有一天有一個人出來 拿著一個刀指著我的話 我應該怎麼辦 我應該給他寫什麼 我應該書給他寫什麼 可能是我想太多了 最後真的有發生類似的事情 可是比較幸運的就是 我沒有被人家猜到 我只是一些貴重的東西被人家偷了 還有我的passport不見了 而且我也是很幸運 我發生的事情的地方 就是在他的首都 就是說 因為在首都 有我們Malaysian的Embassy 所以很容易 所以 不見passport的要做什麼 其實就是去Embassy 你可能哪一個叫做Embassy Certificate的東西 就是這個很像passport的 你拿著這本東西呢 你能夠回自己的國家裡 你不能夠去別的國家 因為他們會 會允許你用 飛passport的東西入境 所以我被搶了第二天 我就去Embassy 那去Embassy的途中呢 我是踏Metro去的嘛 我就 before我上Metro 我就問身邊的一個人 我說 這輛是不是去那個的 對的方向 我就問這個 這個女人 你沒有想到她是馬來西亞人 哈哈 是馬來西亞人 而且她還在 馬來西亞大使館中 她就看到我拿著 馬來西亞大使館的地址 她就問我發生了什麼事 我就跟她講 一路上一邊講一邊哭啊 因為我那時覺得自己很笨 我就跟著她去到大使館 她就幫我 幫我很多忙 而且那個時候其實 我站長很久的時候 可能是路途太過遙遠 我時常做很多那種夜巴士 也可能是休息不夠 也可能是因為她的那個 氣候開始轉了 那時候我一直生病 沒有講很嚴重的生病 就是好像傷痛啊 就是好了又來好了又來 但阿姨也是她很好 她就在大使館的時候 她就給我要吃給我水喝 她自己的午餐也給我一半 所以她在那個時候 我遇到她是一件很幸運的事情 她幫了我十分十分多 到最後我離開阿根廷之前 她才進我去那個 台灣人的那個素食餐館吃東西 那時候我也是有 生很多阿根廷的錢 那個阿根廷的折手 阿根廷的錢呢 去到外國呢 她可能是好像被子這樣 也換不到錢的 她知道呢 她也用她的美金給我換 不然我就虧了多少錢 OK 接下來呢 我就從阿根廷 就直接回馬來西亞 轉機 回馬來西亞呢 我就做巴士坡啦 做巴士坡 就是做馬來西亞 那些信用卡什麼的 可是那個時候呢 我就很 其實到現在 我就覺得不見巴士坡 是一件很小的事情而已 可是那個時候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自己 阿 很想不開 我一直覺得自己很笨 阿 因為在我被騙的那個過程之中呢 有好多次我都覺得 我要轉頭去走 不要理這個名人了 可是我的心想 可是我的動作又沒有這麼做 就是因為這樣 我才會失去我的東西 我才需要直接回馬來西亞 那個時候我很傷心 阿 就朋友 雖然我的朋友沒有笑我 也沒有講什麼 可是我就是自己過不了的 自己要管 我想應該也是因為我 旅行了那麼久 我對陌生人 嚇到瑜 我對陌生人建立了一種 很強烈的那個相信 那一次呢 就讓這種 慢慢建立起來的東西 全部意識過變你 那除了對別人的信心 我對我自己的信心 也是沒有去 那我覺得我自己旅行 那麼多地方 應該是要很span 很聰明才對的嘛 可是為什麼會做 犯這種 犯這種出擊的錯誤 阿 我就是這樣 在馬來西亞的 就是這樣的 心情 所以後來我就覺得 我不可以這樣 我一定要去找回自己的 那個信心 阿 人家說啊 從哪裡被打掉 從哪裡 站起來 所以 我就是要回到 旅途中 找我們那個 原本 很有自信的自己 因此我就 從馬來西亞 我就去了 歐洲 我到歐洲 拜了幾個禮拜 就 平復之後 我就 決定要去南北 去南北之前呢 其實我也沒有太多的 請問你 可以講一講 你怎麼樣 背頭 哦 ok 其實 啊 就是 你是背頭 我是背頭 背頭 背頭 就是 對 ok 我簡單講一下 就是 我在 我在 我去 那個 沙發主任的家 因為我之後 要到巴士去巴士一條人 他就叫我說 回他的家 講話一下 然後我才去巴士站 我就去找他 平時他的家的上面 是 他的門是沒有鎖的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天就是門鎖的 我就按鈴 按鈴的時候 我就把他在我的後面 有骯髒的東西 我看一下 好像是 那種 鳥笨 我就很奇怪 做 會有這種東西的 我就往外面看 因為 在那個 建築 我就去看 我就看到一個 女人 我 我對他也沒有 背景 因為他的人就是沒有講 是那種啊 很骯髒 還是 就是 普普通通的一個女人 十分斷撞 他就 帶我去 馬路的醫院 他給我 Tissue paper 跟水 讓我去 我骯髒的東西 那個時候 還跟我自己講 哎呦 真的是幸運喔 這樣還會遇到好的 那個時候 其實我按的鈴 我的host就下來 開門給我 就剛好 那一天 有一個 羅琳在幫你講 所以那個羅琳 就擋住了 那個視線 我的host 沒有看到我在對面 接 我就 那個女人 就給我 Tissue paper 跟水 我就清理我自己的 骯髒 我本來 就是我的bag 全部在我的心上 然後後來他就問說 你的後面還有很臭啊 做這種 那個 樣子 我就想 哎呦不要 東漢之前才去人家的家 不然你現在 東漢人家的家 又很小 又有朋友在 我就把我的bag 放下 我就清理 清理 清理到我 感覺了 哎呀誰咯 他就叫我的bag 其中一個bag 不見了 就是那個 小的bag 裡面全部都會做東西 都在那裡 而且平時我的 password 是放在我的褲的旁邊 這邊的 那一天我不知道 為什麼我有把它 放在我的bag 裡面 就這樣突然間 我的bag 不見了 我還跟自己講 真定一點 看清楚先 他剛剛真的是沒有 旁邊 不遠處有一個 男人在坐著 我就問他 我的bag不見了 有沒有看到 他講那個女人 拿你的bag走了 這邊 他看到其實他看到 整件事發生了 可是他沒有 什麼都沒有講 他一跟我講 警察局那邊 後來我就 那個時候我就馬上 我就哭了 因為我知道 我的password已經不見了 所以這樣 我就在想 哎呦我應該怎麼樣 如果我去警察局的話 我也不懂 要怎麼跟他們講 因為我的spanish 也是有限的人 就我講故事 double aid的 我就去找我的host 然後他帶我去報警啊 什麼 什麼東西這樣 就警察也是說 你不用想 要找回你的東西 不用想 根本不用想 一定找不回 我的host也是跟我講說 你已經很好了 他沒有拿到通 已經很好了 不要想太多了 東西拿不回了 啊所以之後就是 這樣我就 啊 就離開 南美洲了 其實我還有很多地方 要去 ok anyway 我去了歐洲 待了一下子 我就去非洲 這個就是非洲啦 很大的一片土地 這個是我之前在啊 歐洲的時候 去的兩個地方 Tunisia 跟 Algeria 因為我一直想哦 我回來這裡 我一直走 我一直走 因為哦 這裡的那個 過不到 你要 走往去那邊 跑回來 啊 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啊 因為我 想要去一下子吧 所以我就 買個 Tunisia的 來回機票 就來這邊 來這邊 又回去